嗨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聽歌職業幣系列 這系列會陪大家聽一首歌 並且用我們分析的方式來解讀歌詞 本期影片我來講一首非常經典的歌 江惠的Gao 奇怪我怎麼會忘記要講這首歌呢 我之前竟然沒有想到要做它 這首歌的歌詞非常有名 特別是很多人都會哼的那一段副歌 大家都覺得那一段非常感人 但如果你有認真讀過歌詞 你可能就會發現這首歌其實呢 內容上是非常矛盾的 光是到底在副歌裡面 誰要先去世這個點 就有兩種以上的說法 但是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呢 正在於它製造的這種矛盾 這甚至比大多數人都受到感動的那些金句 都還要更厲害更有文學上的效果 為什麼會這樣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逐斷聽這首歌的歌詞 好第一段非常有畫面感 他用一個很簡單的情境 就寫出了一對夫妻終身相伴的情感 用年老的時候陪你回憶少年時 你就可以一次寒瓜一輩子的時間嘛 所以這個場景設定是非常精簡的 你看如果我從少年時期寫起寫到年老 我要寫幾萬字啊 但是我一開始就說我年老了 然後我陪著你這個坐在椅子上 回想我們那個過去年輕的時候的風光 是不是就代表這一輩子就過去了呢 好那除此之外 太太聽自己的丈夫吹噓她有多厲害 這種性別配置非常非常台灣 聽眾會非常有共鳴 大概都認識一些很喜歡操縱 很喜歡碰碰的這種男性長輩 那也正因為這是一種吹噓的場景 它是一個有點缺點的場景 而太太還能用一種很溫柔的角度去說 啊我陪你坐在椅子上聽你講這些事情 就更顯得這個太太的包容是非常非常的深情的 不過這段文字呢 其實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線索 請你要特別記起來 這是分別在第一行跟第二行的地方 請你先記住有疑日這個假設的語氣 再記住沒有人孝順這個設定 這兩個設定我們待會兒都會用到 第二段這個文字蠻感人的 但它其實是一個很直接的告白 應該不需要太多的解釋 你只要能夠看得懂這個文字 你就知道它在說什麼 很直接這樣 頂多頂多我們可以跟一些不熟悉台語的聽眾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聽眾可能有這個中國的朋友或是香港的朋友 其實在台語裡面呢 canchu跟geo這兩個詞都是妻子的意思 妻子你就會一直牽著手 geo意思是我男人在外面 我後面的那個女人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傳統的說法 但你如果知道這兩個梗的話 你就會曉得說第三行會說我把你的手牽緊 第四行說因為我是你的geo 其實這個就有一點點文字趣味在內了 近乎於雙關這樣子 它也不是雙關啦 因為兩個詞不一樣 但它就是同樣的意象把它展開來反覆的說 不過這種文字趣味也就一點點小小的 不是說真的非常非常精妙 只是有這個梗在裡面 讓你知道一下 也不用過於誇大說它的文學技巧到底有多強多強 因為真正厲害的東西其實在後面 接下來我們把這首歌的副歌一次聽完 因為這是整首歌最經典的一個段落 好我們先聽下去 我們將青春嫁在你們家 我們對少年對你對得老 人情小時候已經看淘淘 有誰人比你太重要 我們的一生現好人家 好這一段副歌呢我們可以分兩部分喔 第一大部分的副歌說他嫁到你家裡 然後從年輕跟你跟到老 這件事情 這一段其實同樣沒有太值得注意需要分析的技巧 它就是一個直接的告白 大家也都可以直接理解 不過第二大段就不一樣喔 第二大段非常非常厲害喔 首先如果你不是熟悉台語 或者是不是台灣的聽眾 我還是要跟你說明一下 他中間不是講一句都等待回去的時尚那夠 好 回去是什麼 回去就是死去 他其實這是一個很隱含的說法 我們台灣小孩用回家 用回去了來講死亡 所以意思是說我們死亡的那個時間如果到了 這個時候我們終究有一個要先死的 誰要先死呢 這就是這整段歌詞裡面最厲害的地方 因為作詞者鄭靜一設定了一個這樣的靈魂拷問 就算我們兩個能夠白頭偕老 總是會有一個人先去世吧 那如果是這樣 作為深愛著你的我 一個深愛對方的人 那會希望是我先走還是你先走呢 這個想法厲害的地方就在於他跳脫了白頭偕老的想像 誰說一段幸福的婚姻的終點 會是願意白頭偕老呢 我可以決定跟你偕老 但我們很難寫死啊 至少在自然狀態下 我們沒有一起殉死或自殺的話 我們就很難寫死啊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那麼剛好的 這個一起死亡的 終究要迎來一個悲傷的一刻 如果有一個人必須先走 那就一定會有一個人悲傷 而在這一段副歌裡面 敘事者的決定就是 我希望我可以比你長瘦一點點 你先走吧 這聽起來不是怪怪的嗎 就是你要丈夫先走我活著 這不是詛咒嗎 怎麼會是深情的一個太太在說的話呢 歌詞馬上接著解釋 因為如果我先走 那你會難過嘛 所以我捨不得你難過嘛 那為了不要讓你難過到 那你還是先走好了 你去世了你就沒有其他感知了 而我會獨自留下來 承受這個悲傷 如此曲折細膩的心思 把敘事者對丈夫那種 躺到秀喵喵的這種感情 表達得非常好 你連他喪我的悲傷都留給自己 不願意他承受 那你基本上沒有辦法再更深情了嘛 短短的一段副歌 他就做出了兩次重要的那種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轉折 第一次是去講 白頭邪老之後還有死亡的問題 第二次是去講 如果遇到死亡 我希望你先走 因為我不希望你悲傷 這個功力實在是非常非常厲害 但再一次 這並不是這首歌最有趣的部分 雖然大多數人看到這個歌詞 都已經非常感動了 但是我們要繼續往下看 才能看到這首歌最厲害的地方 請記住這一段的設定是敘事者要先走 你把這件事記起來 因為我們等等還會用到 有一個人哪老 有心不怕你猶豪 你若無聊 帶我們的相片 看以前結婚的時尊你多遠遠 情好情愛無價格 怪膽怪生也不會響 好接下來我們重回歌詞的前兩段 旋律跟結構和之前一模一樣對不對 但且慢有沒有發現哪裡不對勁啊 之前的最早的開頭裡 我們這對夫妻是 找沒人 把我們優好 就是我沒有生小孩啦 或者是小孩不理我啦 沒有人孝順我們 沒關係 我們兩個一起白頭偕老 怎麼到了這一段之後 突然出現了 媳婦跟兒子會孝順他呢 這不是矛盾了嗎 對這是矛盾 而且這是刻意的矛盾 你說我怎麼知道 這是刻意的矛盾 不是作者腦袋抽筋寫錯呢 因為他第一行就告訴你了 這兩個開頭的第一行都說 有一天 如果我們一起老了 其實你會發現 這是一個假設語法 當我說有一天我們一起老了 有一天如果我們一起老 那我們老了沒 我們還沒老嘛 這首歌的好玩地方就在於 他其實並不是設定了 一對夫妻正在回顧 他們相伴一生的故事 雖然很多人都會這麼以為 如果你沒注意到第一句話 你聽起來就會像是 他們在回憶過去 但事實上不是的 因為有第一句話的設定 他其實是一個 還很年輕的妻子 正在對丈夫承諾 我們一起共度一生 會是個什麼樣的想像跟場景 這是一個對未來美好一生的想像 那既然是在起未來的想像 其實我們當然不會知道老的時候的樣子 此時此刻 我當然不知道 未來會不會有小孩 我30多歲跟你結婚 20多歲跟你結婚了 我沒有沒有小孩 我怎麼知道 以後才知道 我們長大之後 會不會有媳婦 會不會有孫子 我怎麼知道 我以後才會知道 所以這首歌 你可以把它簡單的分成 Part 1跟Part 2 剛剛第一輪副歌以前都是Part 1 現在開始是Part 2 這兩個Part裡面 我們會提供完全不同的兩個人生 但這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樣的部分 就是我們會一起共度一生 所以我們要去注意的是 哪些地方相同 哪些地方有差異 而兩者結合起來 這首歌要傳達的意思就很明顯了 所有相同的部分 就是我對你的許諾 所有不同的部分 就是就算有所差異 我這個許諾仍然有效 所以他整個首歌加起來的意思 可以一句話講完 就是不管我們的人生有幾種可能 我們都會一起繞 不管我們的人生有幾種可能 我都會跟著你相伴一生 這在眼眶是擦擦擦擦擦 但台北去的時尖阿高 你表演我心臟 因為我有感看你 為我眼睛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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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來我們來到第二輪副歌 一樣這是part 2的副歌 第二輪的副歌在旋律結構上 與第一輪基本上完全相同 但改了什麼地方呢 改了一句話 這個改動真的是畫龍點睛的一筆 他真的只改了一個地方 還記得第一輪副歌裡面 我們有個靈魂拷問 我問說如果到了要去世的那一天 要死的那一天 誰要先走呢 上一輪說的事情是 我們希望丈夫先走 這樣丈夫才不會悲傷 結果你看看這一輪就改了一句 如果要去世的那一天 請你讓我先走 不是要丈夫先走嗎 怎麼會變太太先走了呢 那這個東西不是又矛盾了嗎 你說好捨不得對方呢 但這個歌詞馬上就告訴你 因為為什麼這一次 我希望你讓我先走 因為我捨不得看你為我流淚 所以讓我先走吧 我知道你會為我悲傷 我知道你會為我流淚 但我這次捨不得的是 我看不得 我看不得這個東西 好這是一個明顯的矛盾 你先走我先走 不是要疼惜對方 怎麼兩個都會疼惜對方 這就是最厲害的地方了 不管你先走還為我先走 結論都是我捨不得你難過 我愛我們乾 對不對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邏輯炸彈呢 你有沒有發現 這是一個超級恐怖的邏輯炸彈 你正著走反著走 竟然都會得到同一個結論 而且聽起來都還順 你先走我還很乾 我先走我還很乾 兩個都對 我覺得這就是正經義最厲害的地方 你為什麼會想到一個這樣的情境 可以如此矛盾又兩邊都合理 當我們考量整首歌 對各種可能性的許諾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明白 這個敘事者真正想說的 並不是誰先走誰後走的問題 而是不管誰先誰後 相同的都是我捨不得你難過 其實這個考量才是真正的重點 先走後走 這其實都是一個情境而已 那但是哪一種情境我都願意 或哪種情境我都不願意 因為我其實都希望你不要難過 可是你有可能不難過嗎 其實不可能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人難過嘛 那這兩組副歌 任一組都已經足夠感人了 但加在一起 你會發現他透過這個邏輯炸彈 造成了一個無所不包鋪天蓋地的一個效果 任何一個角落 我都擔憂著你 我都惦記著你 也任何一個角落 我們都會感受到 雙方彼此深深的牽絆 跟這樣強大的悲傷 聽到這裡就可以來解釋 我標題為何要強調形式跟布局了 小時候我聽這首歌的時候 並沒有認真看待歌詞 純粹就是被他的文字跟情境而感動 就聽到那一兩句話覺得好厲害 但當我發現這首歌 刻意被設計成 Part 1 Part 2 互相矛盾的形式之後 我才算是真正讀懂了 這個作品裡面要埋藏的訊息 這就是我們之前在 曾文青養成班影片裡面就有講過的 文學裡面分形式跟內容 你不能只看內容 你也要注意形式 你唯有把形式跟內容結合在一起考量 你才算是真正掌握了 一部作品的精髓 當然從今天的觀點來看 Gay Out這首歌所呈現的性別角色 跟情感模式 都有點太保守太傳統了 不過即使如此 我們至少也可以說 他把這種很傳統的夫妻關係 寫得很傳神 在這首歌裡面 動人的不只是妻子對丈夫的許諾支持 更是妻子毫不遲疑的相信 丈夫對我也一樣 其實你想想看 如果沒有這種堅定的信心 這首副歌兩個Part都不會成立 它是一切的前提 因為我相信如果我死了 你會難過 你死了我也會難過 我們彼此都是一樣的 所以讓你先死跟讓我先死 才會達成一模一樣的效果 這個母甘 你會流淚 因為你會難過嘛 所以我母甘看你流淚嘛 因為我怕你難過 所以我希望你先死嘛 兩個都對 就是因為我相信你對我的羈絆 我相信你會為我悲傷 敘事者千回百轉的這種不捨 才有辦法凸顯出來 即便非常保守 這麼細膩的描寫 還是非常厲害跟深刻的 好的 今天的聽歌直接變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也訂閱開啟小鈴鐺 或者加入會員 支持我們做更多影片 我們下次見